欢迎大家收看上街关心地团的南岛新闻 整个要求做乡亲来处理法律的相关案件 以往既在乡公司都有安排忙碌视讯免贵的法律资讯服务 不过透过视讯的红线 有时候没法到上学来了解案件 处理起来不是太久前 新闻的共同老家旁正在了够 正出每个月一百个律师资点服务 让乡亲的党民对立来资讯发入的案件 让乡母是警察就得 为了帮助乡民改革发入上的问题 今年一月开始在乡公司的条件会条件事 有律师免贵来乡母 一载去做二十五位乡民拜对资讯 律师在那里有免费吗 有免费啊 有啦 有免费好学吗 有啦 好谢谢 这边来乡公司的法律资讯 基本上就是 生活上 然后可以遇到的 不管是行事民事或行政 然后包含跟生活上一些非诵方面 都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咨询跟解答 我们每个月会邀请到我们的法律顾问 来到我们的公所 来替我们的乡亲做博物 将来未来每个月 也有一家的律师来到现场 和乡亲来做咨询来提问 以往公司 安排民众透过网路的方式 免费来资讯法律来暗击 但是过程不是很方便 因此安排律师来注点给母 这是我们这家过期 希望民众来的时候可以把他手上的资料都带过来 包含他可能最原始的一些通知书 然后法院的文书 然后不要自己只有带部分 这样因为案子在判断的时候 没有详细的资料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误判 亦在香港所民政区表示 未来每个月都要安排一家的法律资讯的服务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要拥有来信倡 继续欢迎观察方报导